大家好我是欣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摄影师 他拿了两个非常重磅的奖项 一个是何赛的2018年的 Digital Storytelling 然后另外一个是 去年的Form Talent 这两个超级重磅的 而且方向也不一样 一个是非常观念摄影 当代摄影的 另外一个是继续摄影题材的 这两个非常牛逼的奖 都在他手上 先卖个关子 我们先来打两个广告 第一个广告是6月4号到6月6号 在北京摄影堂 欢迎大家来看Fofo Fair 里面有我站了一个小小的摊位 有我的一些作品的分享 有其他的很多 有意思的艺术家 都在里面展自己的作品 包括项岳和哈库奇都会在那边 另外一个小小的广告 就是我的新的作品 其实是受Photography is Magic 这本书的启发 我现在的线上课程 也已经录制完毕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步到Zetalk 去看我这本书的一个解读 好 今天这个摄影师好在哪里 他有趣的东西在哪里 先看看他拍了什么 我们来聊一下 他2018年拿了和赛的奖 他的也是真的很 我觉得他家里条件真的挺好的 容许他在38个地方 他去了38家动物园 动物园里面都是有北极熊馆的 我说的稍微通俗一点 实际上他的阐述当中写的是 他要去观察北极熊在世界各地的圈养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去到圈养 那就是在动物园里 然后动物园里他拍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动物园的北极熊 让我觉得这些画面真的撇开所有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光看不同条件情况下的动物园就够有意思了 已经是有社会学的价值了 然后另外他当然是一个环保主题的 你通过这个 但这个照片其实特别冷静 没有看到很多北极熊很悲惨的状态 反而我觉得活在人类饲养的环境下的北极熊感觉好像都挺舒适的 但你仔细看 你当然会觉得其实可能他们已经跟原生的一个环境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个书设计的也非常好 当中有一个内叶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它是透明的 放在左边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放在右边是它自然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那以此来刺激大家对于北极熊的生态的一个现在逐渐下滑的一个关注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关键的是我觉得基石主义体材的东西很容易跑偏 很容易带情绪 而它这个作品看上去挺诙谐的 好像带大家去旅游一样 然后当中还有很多动物园设计的挺好的这些手册 但是套到了大自然目前的不太友好的一个形状态下 这些设计的非常精良的动物园的导览手册 就会觉得有一些稀释疾恐的地方了 所以我觉得整个作品都有教科书的方式在告诉我们 你要去做这个基石主义体材的作品 要怎么去做 怎么样去克制 怎么样去冷静地去讲这样一个故事 那当然了 你首先要有资金 怎么去申请到资金是很重要 不管是啃老 啃父母的 当然这个啃老不是去party或者怎么样 是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父母往往有些时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投资人 对不对 像我妈也给了我很多的赞助 其实在我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如果家里条件OK的话 你有一些项目其实是值得做一做的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系列是拍了整个中国的动物园 里面的悲鸡熊的生活状态 这个也蛮强的 关注在中国 好 下一个作品我觉得颠覆了我对于摄影案的这么晚 又是让我觉得提鼓灌顶的一个作品 有一点自虐倾向 这个作品叫做可伸缩的耳朵 挺有意思的 它说我们对于噪音的一个感知 很多时候是非常主观的 有些人听摇滚乐 觉得摇滚乐好听 有些人觉得Hip Hop很好听 有些人觉得流行歌很好听 有些人觉得对吧 Gail歌很好听 但在我的耳朵里 可能我觉得摇滚乐不是非常好 我觉得Gail歌的声音可能比较好一点 之类的 对不对 但对于有一些动物来说 可能人类制造出来的一些声音 已经远远超过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 它就制造了 应该它是一理工客室 还蛮有意思的 它就制造了一个手动制造了一个机器 这机器能够把超音波猫听到的声音 就是50kHz的声音转化成我们能够听到的声音 就24小时戴着它 戴了一个月 就听上去非常恐怖 你就算听音乐 音乐不拿下来 戴一个耳机戴一个月 我也会疯掉 因为耳机戴在头上是很难受的 就是用大的监听耳机 那这个装置也在它这个作品当中被拍下来了 这本小小很可爱的一个装置 那它戴了这个一个月之后 当然有几个星期是在台湾 有几个星期是在荷兰 日常该干嘛干嘛 但是它慢慢开始发现 这声音虽然是 其实非常微小微弱的 但是你长时间的佩戴之后 会对你的生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首先它开始很频繁地做梦 几乎每天都做梦 那这个梦完起是很清晰的 它是可以就是能够还原出 它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节 所以它把这个梦很有趣地记录下来 写下来之后 把派了一个证据 那这个很有意思 是不是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未来能够帮助很多人看到自己的梦境 这个是它的一个不太严谨的一个尝试 那接下去就会发现 它的免疫系统受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威胁 它实际上在配搭这个设施之前 十年都没有感冒过 身体都一直很健康 然后在连续配戴了一个月之后 它开始感冒 咳嗽甚至发高烧 最后去医院看了之后 医生说强烈建议它不要再配戴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 它的神经系统 甚至破坏了它的免疫力 但是这是在无形之间的 因为这个声音其实是非常微弱 你几乎听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但是长期配戴你会发现它对你的身体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这道作品 当然它用一个360度的一个摄像头 还有很普通的监视器一直把所有的证据都收集 你看这个作品 我们很多人说摄影 看到这些作品 没有一张好看的照片 对不对 没有一张漂亮的构图 或者是有情绪的 特别冷静 当时你不看它的阐述 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你知道它戴着一个耳机 然后用了360度的这样一个摄像头 不停地在拍自己的生活 然后如果你不进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 你不进入到它想要给你建立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它想要给你建立一种 对于声音不同的一个感知 你听不到猫的声音 它想让你听到猫的声音 如果你能听到猫的声音 持续听一个月 你会怎么样 那不是要告诉你 听了这个东西会生病 这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实验结构 最重要的 深层次的东西 还是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些证据 摄影最关键的一个属性 在它这里体现的淋漓精致 不管是2018年这套北极熊的作品 还是现在这套 我现在在讲这套 都在用摄影 作为证据 那么证据的话 你只要能够读取到信息就好了 那所谓的好不好看 我觉得不是它所要关注到的一个地方 那它提供了这个证据之后 就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时候 或许另外一个物种 在疯狂的忍耐 我们制造出来的一个噪音 也或者是我们正在 我们人类正在忍耐着 另外一批同类人的 制造出来的这个噪音 不知道 因为对于完全不同的群体来说 我说的群体是包括不同的物种 动物之间的这个种群差异 互相制造出来的声音之间的一个影响 你可能是完全没有办法产生共鸣的 因为就是我们的听觉 我们的生物上 生活学角度就是不一样 所以它是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帮助大家 跟大自然建立连结 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伟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作品 命题都特别大 当然不大到这种宇宙 我现在发现很多的 创作者开始喜欢研究 以宇宙、黑洞 但很多这种东西都特别的浮夸 你没有真正的在 帮助大家建立连结 实际上宇宙的命题 很容易就走到很高大上 有些抽象的艺术家 随便一弄就说 我在研究黑洞 还是回归到现实一点 务实一点 像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我觉得特别感人 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他可能很喜欢去动物园 我也很喜欢去动物园 但是从这个很小的一个点 它却能够帮助大家和环保 这么一个非常大 而且现在最近开始变得 越来越空洞的 越来越商业阴谋化的一个东西 进入连结 告诉大家 其实我并不是要 跟大家用艺术形态的方式 灌输环保的这样一个迫弃的需求 而是慢慢的淡淡的 让大家跟大自然建立连结 连结之后 每个人都会产生不同的反馈 你不建立连结就跟我说 大自然很重要 那我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我没有胖过 我怎么知道糖对我的影响很深刻呢 我一定要是喝糖水 喝得变胖了 我可能才知道 这个糖分很重要 一个瘦人 然后每天喝可乐 他也胖不了的人 你跟他说 不要再喝这些糖的东西 会让你变胖 没有办法建立 没有办法有一个共感 所以要先建立共感 然后才能够产生一种 保护的意识 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非常非常伟大 看上去好像莫名其妙的 好像有点怪怪的 但实际上他的东西里面 充满着这种人性的温暖 感谢大家 记得来北京看我们的群展 以及我的C-TALK的课程 非常希望大家给我三连 我是欣礼